各位参与第五届公共住宅论坛的线上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副局长罗斯玉 很高兴受SH公社的邀请参与这次线上讨论 我将对台北市的社会住宅的政策 以及目前多元发展的方向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也希望大家能够分享各国的社会住宅推动的经验 让台北市建议做一个更好的参考 那当然我们也会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成果让大家知道 也希望大家来做执政 谢谢 首先针对台北市的背景跟各位线上的朋友们做个说明 那在台北市目前人口有两百六十万人左右 那在两百七十一平方公里的面积里面 四左右 那当然以这个高住宅率及高房价等等的因素来看 目前能够进到市场上的租者 那他的部分需要获得理想住宅的这个状况 是我目前所要处理的 那就以人口统计上来看 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占的部分大概占百分之十八左右 那一般的民众大部分都在十五到六十五岁之间 那当然以目前在台北市居住的人口 以及日间的活动人口来看起来 那相对的部分 在台北市有租需求的部分 目前的需求量也蛮高的 那就目前住宅发展的课题来看 以台北市目前住宅价格偏高的状况之下 虽然有高的自由住宅率 但是在租赁市场上面 目前的租金负担也是相当的沉重 那买房子的部分也是非常的难以负担 那当然所以政府部门就台北市来看 住宅发展的课题里面 就包括了住宅的高房价 高租金等等这些的部分来做一些发想 那当然外来人口及就业人口 集中到台北市也是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因素之一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供给量的部分 对于住宅需求者 除了民间提供之外 政府部门提供的量部分是不足的状况之下 我们朝直接兴建的方式 以及多元取得的方式 来增加住宅供给给弱势者 或者是一般住宅需求者的青年朋友们的一些住宅量 让这些住宅量能够透过政府的有效运作 能够让民众能够安居在台北市 当然被弱势者提供的部分 也搭配了一些相关的租金补贴 及租煤盒等等的这些相关的机制 来协助弱势者更快 更多元的来取得他们所需要的住宅资源 所以社会住宅就以国际趋势来看 在台湾的部分 我们的房价所得比也相当的高 那所以年轻人及弱势族群的负担相对沉重 所以政府部门在推动的时候 除了了解青年朋友及租屋族群的需求之外 对弱势者就学就业者等等这些他们的需求 政府在住宅法的规范之下 能够规范让这些量以及供给需求面 能够得到平衡来解决目前这个租屋的问题 在整个台北市的住宅面向来看 购物者目前占80%的市场面 那租屋的部分有20% 所以在这租屋的20%的市场面当中 它是以供需的平衡来看 那当然政府部门能够贡献什么 就是希望弱势者能在租屋市场之外 也能够有一个进入租屋市场的一个 的协助的角色 或者是直接由政府来提供相对的服务 给弱势者青年朋友及一些需要住宅的一些朋友们 那当然主要的主力还是在住宅市场 那这短暂的或者是一段时间的租屋需求 现在由政府部门来提供的部分台北市已经朝这方面来做进行 那当然除了社会住宅的直接兴建之外 对于民间市场里面的空污的部分的提供 甚至让民间如何有效的进入租屋市场 提供的租金补贴等等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那就住宅政策上来看 从台北市以前所兴建的5万户国民住宅 当时是以出售为主要的方向 那当初也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量 那在量供给上面目前也都成为市场的一个部分 但是现阶段在房价高涨的台北市来讲 目前在没有取得住宅的朋友们 在台北市要居住就比较负担沉重 那因此朝向住宅法通过的地法的意志 有以租的方式来提供台北市的市民朋友 在购买房子的方面的另外一个选择 当然我们主要是以50分位点以下的市民朋友 为我们的服务对象 那当然在这个部分除了量的供给之外 也提供了相对的多元的政策上面的资源 就台北市当时新建的5万户的量 已经进入住宅市场 所以在市政府这边除了留下的出租国宅 平价住宅等等的这些量之外 目前已经没办法就庞大的租需求能够满足 所以我们在台北市也选定了非常多的社会住宅基地 来新建台北市的社会住宅 让这个社会住宅能够满足 目前现阶段因房价而法进入到私有市场的部分 能够得到暂时的居住资源 那在选择设宅的基地的部分 我们以台北市来看 我们当然是希望考量一个完整性 有一定的面积 那全属是要公有的部分 那在都市计划上面也能够新建 那在区位上面也能够符合大家的需求 当然这些选址的部分 我们主要是以公有地为主 那在台北市社会住宅 的分布来讲 我们选定了有将近61个地方 那同时我们除了自己新建之外 也透过都市更新的方式 也取得一些社会住宅 来提供给需要的朋友们来做居住 另外在多元提供的部分 那当然多样性的社会住宅新办模式里面 就台北市来而言 包括了相对的相当多的一些计划的配合 比如TOD EOD等等的相关计划的配合 那当然对于这个政府直接新建的部分 是我们目前的主力 那对于都市计划的回馈 中央地方的合作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推动的一个策略 那当然在多样化的租屋服务里面 我们也提供了相对的租金补贴 以及包租代管的服务 利用民间的空屋来提供给弱势者居住 那当然这些多元的新办的目标 主要还是以一个主要的目标 就是希望这些弱势者都能够借由政府的提供新办的模式 能获得他们所需要而且可孤单的一个住宅资源 那在这个整个住宅资源里面 目前台北市已经在新办社会住宅的部分 已经有19,982户的这个新建目前的规划量 那也逐步在落实当中 那新晋完工的社宅里面 包括了明伦、木栅如图面上所示的这两个基地 也都是新晋完工的两个基地 那这两个基地及后续的所有基地 都会陆续的完工 那来提供给市民朋友们来居住使用 那当然就整个多元提供的部分 还包括了租金补贴 我们目前在109年今年的租金补贴 我们也有将近17,000多户的这个住宅量补贴 那加上既有的部分及相关单位 其他部分的租金补贴 合计也将近有2万户 那在包住带馆的部分 就是提供民间的空来做煤盒 供弱势者使用的部分 也有将近1200户左右的这个目前的量 那在多元的新建的量部分的介绍之后呢 我们想说针对于我们所供给出来的这个量 那目前整个规划的实质面的部分 来做一个说明和报告 那在多元新办里面 我们有一个部分是借由平价住宅 及出租国宅既有的这些公有住宅 来提供改建的一个基地 譬如说原有的安康平价住宅 它是供低收入户所居住的住宅社区 那目前我们逐步来做改建 那这个部分主要是因为 因为这个住宅大部分都已经老旧 那居民的生活品质 居住状况也都不佳 所以我们就陆续来做改建 改建完以后会加入一些我们新的元素 让这个住宅新的住宅能够更符合居民的需求 也能够让这个我们目前的这个设宅的品质 能够更加的提升 居住的状况及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划 也都能够越来越完善 在目前改建完成的部分 像安康平宅改建团 就是我们目前新完工的新隆D1D2基地 那台肥出租国宅所改建完成的就是东明社会住宅 这两个基地也都完工进驻当中 那另外一部分是利用学校的部分 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或是千校病校的关系 来做一些诊病后所剩余的这个基地 我们就来做社会住宅的兴建 像新清完工的明轮社会住宅 我们新建了380户 当然这个是社会住宅里面 藉由基地不同的当初的一些文理所建构出来的新的一个社会住宅的面貌 当然这个部分也在陆续的后续的基地规划当中 也会陆陆陆续续的纳入我们的规划考量 那就既有的建筑物的更新提供的方面 我们也针对台北市的新兴市场的楼上一些交易局的宿舍进行一些活化的改善 那当然也完成了37户的部分的更新 就像简报上面的新建前的居住的状态 以及改建后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 当然都是希望把这些既有的活化能够让资产能够活化 那在都市更新的部分 我们也进行了斯文里三期的都市更新 包括了72户的这个斯文里整宅的更新案 那将会提供72户的社会住宅 让民众除了更新完以后 封回自己的住宅之外 我们也能够有多提供出72户的社会住宅 供台北市民来住住 那在多元新办的部分 我们还有包括了都市要回馈的变更 如金华社宅515户 那这个部分借由都市计划的变更回馈以后来产生 在南港的机场的部分 我们在南港的这个南港县的捷运的尾端的机场 共购的部分能够提供社会住宅将近1442户 目前正在新建当中 这个是一个以机场的基地来做共购的一个模特 那这个模特主要是希望说 有更广泛的提供的相关的公共服务 包括了一些相关的社福设施 一些相关的老人活动的据点 清洁队的办公地点 甚至一些老人日照中心 区民活动中心等等 这些都遍布在全市各地 另外一部分 当然我们也希望社会住宅在新建过程当中成为一个 智慧城市的一个实验场域 在整个打造智慧社区的部分 我们除了刚刚提到的实践居住正义之外 我们还要落实城市美学 那让这整个居住的模式除了住宅的部分之外 有一个新的居住模式 让整个社区能够共融共享 那在今年的回馈的部分 是我们整个社会住宅里面一个重要的项目 那整个社会住宅目前的制度 是希望民众有需求的部分 能够以抽签的方式来进驻 那当然需求的部分 都超过了我们所提供出来的供给的部分 所以目前能够抽签的比例大概占百分之五 那当然希望未来的量提供多了以后 能够更加的提高 那因为有抽签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在 所以我们也希望青年能够进来社会住宅 帮忙社会住宅的一些住户 弱势者老人等等 能够把这个居住的生活空间能够串联起来 所以我们也推动了一个青年创新的计划 藉由免抽签的方式 让这个住户借由他们的提案 能够把社区的周边 以及住户本身能够串联起来 增加一些公益的一些活动等等 让这个青年的种子 能够在这个整个社会住宅的计划当中 能够把它发挥到极致 那后面的部分 当然也包括了整个青创的基地 我们目前已经推动了四处 将近有110户左右的单元 供青年的种子们来居住 当然在居住的这段期间 他们必须来实现他们所提出来的案子 能够在陪伴团队的陪伴之下 完成这个回馈创新的计划 年底的时候 我们也办了青年创新回馈的联合交流会 在这个简报当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青年的这个活力创新的带动之下 让社区能够更朝气蓬勃 能够达到实现居住正义的一礼路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 在整个社会住宅能够 除了青年创新之外 也能够有公共艺术的提供 那当然这公共艺术的部分的建制 现在也陆续在推动当中 那未来也会逐渐的实现 给所有的视频朋友 那今天这次我以上的简报 谢谢大家